這週打算入坑 你在這之前從來沒有玩過 你在這之前從來沒有玩過POE嗎 你的意思是 你在這之前沒有玩過POE嗎 恭喜你來到了POE 3.25 歡迎你加入POE的大家庭 現在各位給他一個clamp 大家給他拍手 感謝大家給他拍手 感謝你進來了 這個時間點你選擇進來POE 你的加入對我們非常重要 你的加入對我們非常重要 你有什麼問題都趕快來問我 拜託你們 拜託你 我不想再失去一個新的POE朋友了 拜託你趕快 趕快問 求你了繼續玩POE 不要玩一玩說 喔張姐好無聊喔 張姐好無聊 退掉 你都還沒有玩到後面 拜託你不要退坑 不要我給你白跑 我給你金鋁頭 我給你五尺八跑鞋 你不要退坑 我求你 AKA每一個你 求箭子朋友來玩的模樣 其實不能玩到後面 所以.... 一定會退坑 它會問什麼問題 orie 點下重點是 frage Jude mu 在那裏 喔喔這裏這裏 我只是想問一下那片毒藥後面的天賦 跟你Google文件追列者分頁的天賦 為什麼長不一樣我要找哪一片天賦 因為呢 因為那個新版的天賦3.25的點法不一樣 3.25的點法天賦點有大改 我沒有每一片都更新到 感謝你 因為我要講真的每一片都更新到 每一個天賦點都更新到我也不太可能 但我可以跟你講要怎麼樣去找別人P.O.B 學P.O.B 學使用P.O.B 然後你可以去看一下3.25表格這裡 3.25表格對不對 正面已經有一隻 彈跳追列者 彈跳毒藥追列者 這隻已經是用新版的去點了 你可以直接看這隻View就好了 我貼在那個 我貼在這裡了 這是我這季真正的起手錯忘 鋼絲圖是COC靈體撕裂收割 這是一個一鍵掃上View 整張地圖只要按下你的鋼絲圖示就好了 然後貓咪就會肆虐整張地圖 MTX會加100%莫傷 我的目標就是用彈跳毒藥拓完圖之後 算到約5D後 轉這條View 來解釋這條View是怎麼運作的 以及 為什麼新版的絕對受難 把這View推到一個飛天的程度 這個View只要你有2D左右 是能夠立即遊玩的 等一下會展示開荒的2D版本 以及20D價的版本 最後是終極版本 為什麼COC可以那麼的便宜 這是大家印象裡面很昂貴的一個View嗎 鋼絲圖刺噴射可以讓我們不耗鋼鐵碎片 即可不斷的使用劍或斧類投射攻擊 每次投射會有10個投射物 每個投射物爆擊都能夠觸發一次 爆擊時施放 我們再串上投射物返回 這個輔助寶石會讓鋼絲圖 還有靈體直列都返回 因此還會額外再集中10次 我們每次攻擊4.474 我們只算4次就好了 每秒會造成80次的擊中 因此就算爆率還沒有滿 只有60%左右 你一樣能夠貼近於trigger rate 當然後面還是要盡量弄滿啦 欸? 記得我們剛剛講的 每秒攻擊擊中80次嗎? 再配上切罪這個EC的戒指 每次攻擊擊中回60生命和30魔力 也就是說我們只要沒有停守 每秒就會回4800生命 COC最大的問題 魔力 也當然是完全直接解決 這張奇異的打擊次數 還可以配上壓倒星2E 這是3.24的混沌星團的改版 你爆擊的時候會獲得不解之力 不解之力會把你的100%誤轉混 同時25%機率集中觸發凋零 看我們的左上角 我們的不解之力是永遠常駐的 25%機率集中觸發凋零 對於我們如此高的打擊數 等於永遠常駐敵人15層死亡凋零 把毒刺客相比墜裂最難處理的問題 凋零沒辦法打滿 給一次處理掉了 當然被一下打死就沒意義了啦 但也是為了這隻提供了 一個良好的前中級生存 而後期這隻只不過是10滴的造架 就能摸到對一般王的DOTCAP 我這幾天已經被主播 注射打擊要怎麼清土洗平了 現在你可以看這隻 我真正最喜歡的Build 再一次強調請認真看影片 這是一隻COC流派 有很多事情需要搞懂 不要再給我只看一半就跑去上巴他了 哇嗚 哇嗚 換了一個珠寶耶 連鎖加一耶 這個如果我下一季的話我應該 我應該發到兔了吧 這個如果下一季我發到兔 我跟你講 這東西下一季我一定發到兔 因為下一季那個 方槓的那隻守望者 須須要這個東西 哇靠 現在就已經很發了 十十十九滴 感謝高零等級的你的訂閱 還有一季 還有一季 哈囉哈囉我是我媽 今天來跟你介紹這隻 很可惜我們第五隻 200C挑戰 胎死腹中 但是 他在3.25 他重生了 現在變成我全新的開荒Build 沒錯這是我真正的開荒騎手 然後很多人在那邊說 主播你不是要獨特打擊開嗎 嘿嘿我從來沒有講過好嗎 誰要玩獨特打擊啊那個技能 清途是要怎麼辦 永遠住在王房是不是 我只是展示那隻 那個技能跟他的複動超級強 我跟你講那隻打王絕對 超級猛超級強 可是他清途真的是一個大問題 那我也講如果你真的想要玩獨特打擊 我給你一個想法 但我沒有去捏POP 也沒有去實行 我跟大家 建議這個方法 如果你真的要玩獨特打擊那一隻 你可以去買 捷到的全傷害中毒匕獸 全傷害中毒匕獸也是後面你要去換的東西 全傷害中毒匕獸 配上 你打圖的時候換冰霜之刃 我認真的 你換冰霜之刃刷圖 那個東西只要碰到 如果照理來說你那個傷害那麼高 你碰到一下 敵人也是傷害系數那麼高 碰到敵人也是直接蒸發掉 所以那個刷圖應該也是蠻爽的 然後 打王的時候 他們同顏色的寶石 你直接切換成獨特打擊就好了 那另外就是 另外一個點就是 你也可以選擇去玩追獵者 追獵者有一個 有一個 殺怪可以 中毒擴散 或者是 你可以不用想了 一起來玩這隻 獨刺客COC 鋼圖 靈體撕裂 這個是我剛剛 刷圖的時候 也就是你們剛剛前面看到那個影片 打藍王 還有刷圖所展示的這隻角色 他所剩下使用的東西 我們來一個一個 先快速的帶過 這個東西我只吃的到他的 暴擊率 攻速 跟 攻擊無法閃避而已 那個暴霜城對我現在是 沒什麼用的 不過 不過我這隻有點 現在舊版的絕對受難 所以也是有一點用 一個我從倉庫挖的 法壓 抗性盾 我從倉庫挖的 法壓抗性盾 這個魔力保留跟那個頭上 那個集中物理傷害那些 他下個版本沒有 魔力保留還有 可是那些 轉換沒有了 當然 就不要 就當成沒有就好了 忘記把他改掉了 再來就是 卡斯布林意志 這也是我從倉庫裡面翻出來了 這東西可以讓我們多一揍 可以讓我們多放一個刺客印記 那要不要都可以 要不要可以 這個其實我自己覺得 換一個稀有金裝 我會更開心一點 手套 這個我們 法壓有抗性 然後有這個 穿透 這個穿透就可以了 這個穿透我要的 這個穿透對不對 就算沒有 你也可以從天賦上這裡 拿三個穿透 也算 夠 也算夠用 因為我其實覺得穿透 可能要到四五個 才會 清楚才會更爽 但是 其實天賦上只拿三個穿透 就夠好用了 然後鞋子 我從 那個 冰箱裡面挖出來的 沒有生命 我要說什麼嗎 這個項鍊我要說什麼嗎 切罪 這個腰帶 這個腰帶 也是 就只有抗性有用 然後 深淵 這個深淵 也沒有插上去 然後我全部的抗性 很明顯我抗性 已經整個爆表了 已經多到蠻出來了 然後再來就是巨型星團 這個巨型星團 只有一條絲 壓倒性而已 這個爆擊時 獲得不解之力 讓我可以穩定上我的凋零效果 充分訓練 為什麼勒 因為我缺力 這個沒放的話我會缺力 我懶得 我懶得去找其他東西 所以我就直接放下去 這個東西也沒有轉換到任何東西 只是 他就是加24力量 一個珠寶 然後還有這個 最大生命 然後跟中毒機率 中毒機率還有持續時間 然後這兩個我都沒插 這兩個我都沒有插出爆 然後他展示的傷害 真的確實就是差不多6M的感覺 讓我來展示一下 下一季我開荒準備使用的Build 跟他的一些差距差別什麼 我們先講這隻血量 3500 然後ES71 閃避16000 還行 護甲688 反牙蠻 攻格24 但是其他方面我覺得都是不合格的 但是總歸來講 我認為他並不是 雖然說他刷圖很棒 打王也OK 然後 又便宜造價 然後玩起來又很開心 他覺得是一個 你覺得是一個 刷圖起來很爽 很有趣的Build 但是 他真的防禦 是不怎麼樣的 我得承認 因為他是一個刺客 的一個Build 然後再來就是 他其實本身也沒有一個特別跟防禦還有傷害有掛夠的東西 就除了我前面有講的竊綴之外 這是我下一季捏的一個版本 那同樣是使用竊綴 然後買葛羅跟卡斯普里 買葛羅跟恩吉爾是新的 這裡呢 我的總血量是4800 比剛剛多的大概 快一點 1.5倍了 然後閃避17000 法牙蠻 禁蠻 然後其他東西 這邊就正常的一個防禦 這是我預計他的造價大概在 一滴到兩滴以內 能夠完成他 這個武器就是我直接從那邊佛制的啊 然後 霸德盾 這個頭 然後卡斯普里 再次強調卡斯普里任何東西都可以 任何汽油裝都可以 你只要省掉刺客之後就好了 瑪雷格羅邪彈手套 這個東西開會把你的暴擊加成可以綁在300% 所以我們只要在必爆之後再去點絕對受難 這個東西直接強制會給你300%的持續傷害加成 但是要注意的是 要注意的是新版的絕對受難效果是 你的 Damageable time 然後在後面那個對不對 他是相當於你的暴加成 然後你的暴擊不會造成額外傷害 我再次強調 你的暴擊不會造成額外傷害 這上面這條詞 我怎麼還要 我怎麼還要解釋這件事情 我為什麼 我為什麼要解釋這件事情 跟上面的敘述是一樣的 跟上面的敘述是完全一樣的 我為什麼還要再解釋 我真的真的心好累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剛去上廁所 我看到有一個人又在我影片下面歡 說我立場才那麼滿 到時候不作用怎麼辦 我先得承認啦 畢竟他是新東西 他具體怎麼 怎麼互動我也不是很確定 也沒有辦法有個人說準 除非我是GG員工 但是他恩吉爾和諧下面的唯一副作用 你的 我為什麼 我為什麼要解釋啊 我好像在 在對牛談情喔 Your Creditor Strike Do not deal extra damage 跟這裡 Your Creditor Strike Do not deal extra damage 他們的敘述是一樣的 我為什麼要 就是 為什麼他一樣的敘述 然後 這個不會鎖你的暴力加成 這個會鎖你的暴力加成 就 那如果會鎖的話 那不就代表是Bug嗎 那就 不就代表是一個Bug嗎 對吧 那就是GG的錯啦 為什麼 那就是GG的錯了嘛 我真的 我真的好累喔 切罪 前面有提到了 他就是一個單純 讓我們可以拿 除了比較 省錢之外 他可以 攻擊擊中一個敵人 獲得一個 60生命然後30魔力 他可以直接省下我們 就是 其實這一圈可以拿下來了 這圈可以拿下來了 如果 如果你 放了切罪都對 應該是完全不會有魔力問題 這三年還可以再省下來 然後你 那個 每秒擊回 就會達到這個程度 你看這個每秒擊回 我的擊中效率是每秒回3000 而且這個是因為他 他還不會算投射物返回 他如果再算投射物返回的話 會超級誇張 然後再來這個是每一個 集中目標都會給你 並不是單次攻擊而已 所以你有三個目標 就是一次攻擊回150 10個目標就是一次攻擊回1500 就這樣 不是1500 好 腰帶 嗯 然後這邊所有這種 這種新團 這種珠寶呢 因為我有開很多的珠寶格 剛好都走得到珠寶格 然後再加上我開兩個新團 所以這邊全部都是 又怕最大生命跟持續傷害 這個東西一定不難拿到 這東西一定幾C就有 就算你真的 就算沒有幾C對不對 你就不要持續傷害加成就好了 這個一個持續傷害加成 也給我1.8%TPS就好了 就而已 你就去找一個有最大生命 有抗性 有任何一個 最大生命的珠寶 都可以 隨便你 開心 就好 真的 沒有差很多 就算你全部沒有裝 也不會差很多 不過至少還是要一半裝 然後巨型新團 我來講這兩個巨型新團 這個巨型新團其實不好洗 我剛剛自己用C洗 其實大概洗了 大概3組才洗到 所以他都洗了60C 因為這個壓倒性惡意 暴擊時獲得 不解之力4秒 這個東西是不好出的一個權重 但是也要注意的是 我們其實沒差 我們不用一定要三次的 或兩次的就可以用了 那就算你真的 自己洗不到 放心好了 這個新團點 誰會用啊 你直接去市場上拉一個 我才不信這個東西會超過幾C勒 你直接去市場上拉一個 如果他是11天賦 12天賦 也沒有關係 為什麼沒有關係 因為 有趣的事情來了 你如果有在玩獨流派 你應該知道獨流派有一個特點 就是缺 increase damage 缺到 炸裂 這裡 我只吃得到10%混沌傷害喔 因為我是沒有誤傷在我的中毒上面的 我這一點是給我2.2% DPS 你看到嗎 所以我這邊永遠都走 永遠都走這邊出來 然後你在看這裡 這個12%混沌傷害給我2.5% DPS 你要知道我去點這個東西 呃我隨便比喻 我去點 亂世 他給我4.2% DPS 所以我要講的意思就是 你真的去多點小點 也不會虧到哪裡 因為混沌流派真的很缺increase damage 這是一個混沌流派很特別的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 再一次跟你強調 絕對送在這個點下去 你的所有持續傷加成 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 跟這種東西 全部都沒有效了 你全部點了都不會有效 好處是你可以省超多天賦點 你看我省下來的天賦點 可以讓我搞多少事情 我現在95等喔 我的傷害 我的增加生命 居然到了144% 然後我還可以跑過來這邊點融合 然後跑來這邊點那個 褻獨自身 哇操 整個省下超級多天賦點 因為 因為我配馬雷格羅手啦 馬雷格羅手也變成說 我不用去投資什麼刺青者啊 或是投資什麼 這個個後者 但是後期 馬雷格羅手是要換掉了 因為你後面暴雞加成一定可以撐超過300% 12天清暖也是可以的 但是 總歸來講 我們並沒有缺到那個程度 而且我們需要上面有一個壓倒性惡意 然後 只要一個就好 另外一個就是 邪惡關木跟不潔優啦 就可以了 這12天也是完全可以的 真的是完全可以的 然後我這邊特別提醒一下 我寫了什麼東西 100%MORE ATTACK SPEED 這個假設 我的投射物會返回兩次 這個是假設我的投射物 剛次圖示出去之後會返回兩次 放心好了 這個只有加 ATTACK SPEED 所以他不會加到 我的 那個零體撕裂的傷害 所以這裡沒有水傷害 然後39%的MORE DAMAGE 來自於 投射物返回的 串連寶石 你可以看這裡 因為投射物返回自己本身他是不會加傷害的 他是不會加傷害的 可是 我們的貓貓呢 他也會吃到這個投射物返回 這是這個BU很棒的地方 我為什麼喜歡那個BU的概念 這BU好玩的地方在於 我用了很多 剛好可以一起吃到的東西 投射物返回 投射物返回可以套用到 鋼絲圖刺的噴射上面 也同時可以再加到零體撕裂收割 這個是比 其他的鋼圖COC 有一些鋼圖COC 是不能夠串這個串連的 比如說COC施暴 COC施暴如果串的投射物返回 那個東西畢竟不會加施暴的傷害 施暴不是投射物嘛 可是因為我們是一個投射物流派 所以這投射物返回 同時加到的 鋼絲圖刺 也可以加到零體撕裂的收割上面 非常非常的 爽 就是整套BTE非常棒 然後這裡 重蹲衝風氣勢快速攻擊 就是快一點而已 死亡教練法術塗屠塗多重塗屠塗快速失望這個串連在你有了 你有了 壓倒性二翼之後就不用了 但是我還是建議你 先有壓倒性二翼再考慮轉這一套 要不然你要插圖屯很白癡 你要插這個圖屯很白癡 你會變成 這個版本的新進戰 別人不用插圖屯你要插 不要這樣 惡意優雅 算一隻吋 這個惡意優雅對不對 也可以考慮 也可以考慮說這個惡意對不對 因為我們其實傷害真的是蠻高的 然後這個惡意也給28傷害而已 其實硬要講 自己可以換訓解 可以換堅定 都可以 都可以 你可以自由搭配 然後奧蘇勞引 絕望時攻左鍊 刺客印記 這個刺客印記可以放到其他地方 然後放一個 那個馬康 會 會可以自動 自動上刺客印記會方便一點 好 那講完了這個低價版本之後 這是我開季推薦你版本 我準備要用毒藥來轉到這個view 那為什麼我會對這個view那麼信任呢 因為這個view我自己開場 這季就已經玩過了 我已經用他來全通 而且用很低的造價全通 他的傷害讓我非常非常滿意 我很喜歡 刷陀也超級爽 唯一美中部族的地方就是他的防禦面 真的普普通通 不怎麼樣 因為他畢竟是一個刺客 但是在大後期 也就是 我們view全部轉換好了對不對 你甚至是可以轉到 詐欺師的 只要你的暴率可以弄滿 下個版本你的暴率可以弄滿的話 那他完全是可以轉到詐欺師的 那我這隻 我沒有捏詐欺師版本了 因為我這隻畢竟還是在一個比較低價的版本 如果你要到詐欺師可以滿view的話 滿爆的話 可能會依賴恩吉爾和諧 但是我捏的這隻 捏的這個版本 是不使用新版絕對受難的 對你沒聽錯 因為我剛剛雖然也講了絕對受難 新版很強 但他其實要去花一些不同的投資 不如 我們不要去搞暴率 我們一樣也可以弄出一隻很強的一個角色 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不用去綁定自己一定要刺客 我們這隻 原地換成詐欺師完全可以 只要我們不要用絕對受難 新版絕對受難就好了 我還點著 不要用新版絕對受難 就可以了 然後我這隻傷害呢 現在是沒有加上新版絕對受難的 新版的絕對受難的 沒有加上的對吧 為什麼傷害才 蛤 啊傷害才2000萬喔 這隻 這隻那麼便宜 已經1300萬了 啊這隻 弄那麼貴 傷害怎麼才2000萬啊 也太爛了吧 因為 這是打uber王的傷害 對上一般的 八 一對一般的 84王 我傷害早就已經 到了Doors Cap 所以我甚至必須要 選 uber王才可以顯出這隻 真正的傷害 看到這隻後期的潛力了嗎 好 我這邊用那個 這個uber王那邊來講 因為這個就是 3500萬這邊就是Doors Cap 他不能再往上了 然後我講一下這隻 因為 我再強調 這隻我沒有 我沒有細捏他 我沒有細捏他 因為他是完全是用我 這季的 機體去改的 然後我也打算 那他有一些東西 是我沒有要穿的 像這個 藍王頭 這個藍王頭 這個藍王頭對不對 我要改成 私欲光環 這個藍王頭 我會改成私欲光環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剛剛應該是沒按到儲存 他有狗跳 跳回藍王頭了 然後其他東西對不對 這個翻天魂刃 這個翻天魂刃 完全不用長這個樣子 你知道為什麼他會長這個樣子嗎 因為我去 我去找 視頻上最便宜的買 然後他剛好有一個 一滴 他長這個樣子 我就買了 他剛好長一滴 長這個樣子 我就買了 所以他其實 只要下面的詞就好了 只要攻速 暴擊率 然後 混沌 打他只要有攻速 暴擊率 然後打付出工藝 混沌傷害 跟攻擊物 散臂 做好了 你的BA武器已經結束了 輪迴 魔盾 幫我們拿 兩個最大暴球 私欲光環 這個是便宜貨 我們要的東西是什麼呢 我們要的東西是 加一最大暴球之外 保持加二 以及減少20%的魔力技能消耗 然後把我們的光環串全部都放在那個 頭部上 血式 這個東西給我們大量的 超級大量的 混沌傷害 來源 然後 可是他會讓你的 基礎魔力消耗 會加上你的 生命消耗 但沒關係 我們是一個 偷取超高的流派 這件事情不會成問題 然後我們這邊就來提一下 這個SOREN 收割這個有趣的地方了 零體 零體撕裂呢 原版是 178爆率 178傷害附加 然後暴擊率5% 同時他的 他會 有多一個 每秒造成基本的 這個 鬥蛇傷害 然後 他會偷 然後 法術傷害同時影響 此技能的持續傷害效果 以及4%法術 法術傷害偷取能量 我們再來看收割版 他沒有 鬥蛇傷害了 然後有4%的法術傷害偷取能量護盾 跟很高很高 這個算是很高的 1700到2600的一個 混連傷 不止如此 他的附加傷害效用 是400% 而且 你們知道在這個遊戲裡面 法術有400%附加的 沒有多少 真的是沒有多少 在這個遊戲裡面 400%的附加法術傷害可能只有零體撕裂收割 還有一些可能特定的改造寶石 但我現在想不起來有哪一個 我現在隨便比喻一下 給你看一個 其中一個我們被認為 附加很高的一個技能 火球 也才370% 這個技能已經是 法術界附加的一個高標存在了 可是零體撕裂收割 卻到了400%附加 於是 這意思就是說 我們這個血式的附加混沌傷害 對他的效果超級超級棒 超級超級強 所以這個血式大概給我 這個這樣看不出來 等一下我們要換成那個電風頭目 這個血式大概給我 給了我100% Moral Damage 看到了嗎 看到最下面那一條嗎 他給了我100% Moral Damage 這邊 從1100萬 變成對Uber王 2300萬輸出 這就是 這一套 完美無瑕的地方 所有 能夠你想到的 的地方 他都有 他都有最棒的一個 最優解 而且還有一個 很棒的地方就是他的基礎暴率是7% 這個遊戲7% 基礎暴率的法術也非常少見 然後這個東西可以讓我們撐絕對重彈圈能 撐的更舒服一點 雖然我沒 我這支沒有點絕對重彈 雖然這支沒有用絕對重彈 他有 因為我不想要 因為這支如果要 把法術暴擊 弄滿的話 有一點點的小麻煩 但是可以 絕對可以 但是我想要這個狀態下 我直接去轉炸氣師 我直接去轉炸氣師 雖然我傷害 損失了很多 我損失了很多傷害 但是 這個傷害 我絕對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然後我又不用滿爆 因為如果你今天要 一定堅持要玩絕對重彈的話 你不可能不滿爆的 那如果我這樣子不滿爆 我一樣是可以玩炸氣師的 這就是一個主要的差別 那就是看你自己 因為我其實覺得這支炸氣師呈現來說 會比較好看 他輸出已經那麼高了 然後又是刷圖又爽了一個build 你總不希望一直死 但是如果你只打王的話 這支可以只刺客就好了 好我們來繼續往下看 手套 這個是用我剛剛同樣的手套 因為這是從我那支build改的 球鞋 這個基本上算是一個綁定的東西 這也是這支 後續提升比較貴的一個地方 因為球鞋前面會滿貴的 激情之章 來我要講這支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的一個重點 以及為什麼不需要用到絕對受難 激情之章對不對 配上 欸不對啊 為什麼我不是複蛇 欸這支怎麼 欸這支怎麼不是用複蛇啊 奇怪我手套怎麼不是用複蛇 我剛剛突然想到欸對 我手套怎麼不是用複蛇 可能我那時候抗性不行吧 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先解釋一下這個 因為要不要複蛇都可以 可是這支我本來是想像這支要有複蛇的 好 我來講一下 這支複蛇呢 他會給你 每個 每個狂怒球加5%的中毒持續傷害 可是他跟奧利西亞的喜悅 這兩個是衝突的 因為奧利西亞的喜悅會把你的 獲得狂怒球 而不是 獲得 苦痛球 而不是狂怒球 所以你會無法擁有狂怒球 球鞋 你視為擁有最大數量的狂怒球 所以你永遠都是滿狂怒球的 然後我們的滿狂怒球呢 是10個狂怒球 這裡等於拿到了 50%的傷害附加 看到嗎這裡拿到一個50%傷害附加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便宜然後拿到附加的方式 但是講真的啦這個東西 你去用手套 其實手套上面像上罪我記得也有什麼 有什麼傷害附加詞吧我記得 所以要不要用副文都可以 那我只是說這個combo而已 這個球鞋combo 然後激情之章 激情之章讓我們拿到10顆暴擊球 10顆狂怒球 10顆苦痛球 這個樣子 然後又可以讓我們爆爆率超高 咒詛 這個咒詛的效果你的詛咒上線 等於你的最大暴擊球 最大暴擊球 那因為我們穿激情之章 我們是一個撐暴擊球的流派 我們會撐很多的暴擊球 塗油塗這裡 然後再加上這裡 每一個暴擊球增加暴擊率啊 增加暴擊加成啊 然後這裡還有這個 每顆狂怒球暴擊球 暴擊球加你38傷害 我們的詛咒上線直接等於10個詛咒上線 哇 爽不爽 爽不爽 然後因為我們有10個詛咒可以放 所以我們可以放 絕望 衰弱 懲戒 然後打 打王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 我們還有一個擊中石印記輔助 配上刺客印記 所以我們總共放了 123455個詛咒 懲戒絕望時攻鎖鏈 三個全都放 然後刺客印記有給傷害也放 帥弱也有放 超爽 超爽 我才說這隻 我當初組的非常滿意 可是我最後卻沒有發片 然後紅玉戒指 奧利希拉的喜悅剛講過了 然後這是 因為這是我一個 頂級的一個版本 所以我有使用到 經濟血肉跟經濟烈焰 記得 這個是我頂配的版本 不是開往的版本 好嗎 這裡使用的經濟烈焰 這個東西是拿的是 破壞者的 38冷卻 這個38冷卻 是讓我們上三檔使用的 普蘭德斯協議 放心好了 這季還在 這季也還在 他變成霸彈主堡了 這東西給的傷害 賊高 真的是賊高 而且我還沒點滿 這裡還可以點更多 這給的東西 這給的傷害真的是賊高 超猛 他還在 他變成霸彈主堡了 輝王虛龍 這個輝王虛龍呢 我是這樣子的 我自己拿腐化之魂 然後獲得最大生命值的 額外能量護盾 以及 這個大點 增加338混沌傷害 以及擊中的時候有25%機率 獲得凋零 但是 但是其實我 如我剛剛所講的嘛 你直接用一個巨型處理就好了 只是說我這隻用一個頂配的方式把它處理掉了 你直接用一個巨型 然後上面有壓倒星惡異就可以處理掉了 那不需要找一顆跟我完全一樣的一個星團 恐怖平衡上面並不是絕望 釋放絕望的時候所有攻擊凋零 那當然有那條也是很棒的 但是我要的東西是 你過去10秒的時候有放持攻鎖鏈的話 增加238的冷卻恢復時間 為什麼要這個冷卻恢復時間 這個要提到COC的這個計算 計算的東西 但是我忘記那個trigger rate是多少了 如果你 記得的話請幫我在下面留言一下 還是聊天室有人知道了 我給大家看這個trigger rate的概念 這邊有一個觸發上限 然後我現在是2檔的狀態 我只要有 我記得14%冷卻時間 可以上到2檔 2檔可以從5秒變成7.5 7.5次 每秒7.5次 要不然你本來是每秒只能放5次 然後我用這個東西對不對 對不對 我只要手放了一下 持攻鎖鏈 我會增加23%的冷卻恢復速度 52%是3檔 52%是3檔 這樣我就可以進入3檔 10.1 10.1是 3檔的 就是進入到3檔了 但是基本上到3檔就差不多了 3檔應該下一個檔次會太過浪費資源 就不太需要 而且我不知道這版本 這版本應該不太可能上4檔了 因為CRDT以前可以上4檔 是因為那個 好像是那個受光石施放有一個 品質 有一個 截到品質是可以讓他上4檔的 那個我就不講 因為那個不是我的領域 我從來沒玩過那個 那個流派 好 所以我們上了3檔之後可以到每秒 攻擊時 每秒觸發10次 等於每秒10次 靈體撕裂收割 然後這裡 機率中毒 這個機率中毒呢 我拿滿的方式 是使用刺青 那也要記得刺青還在 這個版本刺青還在 大家放心 這版本刺青還在 如果你今天不用刺青 拿滿你的中毒機率的話 你可以直接開一個苦痛之節 或者是 你去點 毒蛇回音 這裡毒蛇回音有25%的中毒機率 就可以了 如果你前面 法術中毒機率搞不滿的話 記得一定要盯著你自己的法術中毒機率 因為法術中毒機率其實不好滿 其實不好滿 哇 我在這邊講POP講了一般 然後POP給我更新了 在哭是不是 好 然後600 然後這邊其他東西看一看 OK 我這隻講完了就是 開場的配置 以及那個頂配 但是我還是要推薦你 真的誠心跟你講 這隻流派 首先你要先有攻擊核 法術無法閃避 然後 竊綴 跟這個巨型星團 壓老星惡意 再來就是 兩顆感到寶石 收割噴射 然後最好收割是20等或21等 最好是高等一點 因為他次等級的 然後再來就是 去注意血式你可不可以買得起 因為你如果可以6L血式的話 你就不要6L卡士布里一直裝 或是你直接用一個6L的 直接用一個6L洗手裝 去路邊買 去買那種很便宜的6L洗手裝 一路直接用到有血式6L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血式給的傷害超級高 然後血式的副作用我們也幾乎可以無視掉 然後再來就是咒詛 然後慢慢轉換成這個版本就可以了 好就這樣 希望這隻流派你喜歡 如果 你開機要起這隻流派的話請讓我知道一下 我很開心的 我覺得能夠被選擇一個 被選擇使用 就是你開荒的時候選擇使用 一個死亡組流派 那個死亡組是會很開心的 代表我的東西 是說服你 而且會讓你覺得 哇這個我想玩 這個東西我覺得好酷 我想玩 這樣是一個很很棒的事情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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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